大批反国教人士继续在政府总部外的公民广场正坐 坚决要求政府撤回国民教育 但是政府未有让步迹象 双方处于拉脚 不过原定去俄罗斯出席亚太经合峰会的梁振英 突然宣布留港处理国教问题 引起各界传测 有学者认为同类外访一向是特首向中央回报香港情况的重要机会 梁振英的决定是吴尋常和罕有 他突然之间不去我估认会引起很多揣测 包括了会不会一些领导人对现在香港的局势 因为国民教育因为很多事件而导致了管治上面的冲击 有一些意见 然后就因此对这一次的会面产生了一些影响等等 蔡子强又认为事件会进一步削弱梁班子的管治威信 起码给人的感觉都是说现在香港的管治上面遇到的困难局面 和遇到社会上的怨气是大到的地步 令到梁振英必须要正面去面对 当然这件事都是一个无论对中央来说 对香港来说都是一个对梁振英来说几坏的信息 就是说他的管治是真的出了问题 有分析就指特区政府在过去几天一直以反对人士拒绝加入委员会作为理由 在言语上争取中间派的支持 将责任归咎于示威者 但在这种缓兵之计赢不到正面形象之余 可能会令人觉得只是官康 这类比较漂亮的语言是有积效递减的因素 你最初讲这些漂亮的说话大家会受乐 讲得多大家就会认为这些是官话 都是很空凡的言词 那个影响力自然就逐步递减 他又说较早之前 亲中阵营商界发表言论 批评反国教人士组成统一战线 向中央争取话语权 并有可能会形成无政府状态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曾子伦报导